字幕提供 尖上靠著牆 手留的瓜熊堂 聽見你的熊霸 送戰場 鳥愛想念 劉富爺 你在神經什麼啊 對啊 你不懂 當初這個海域只有鳥跟子彈 才飛了過去 你不是台南人嗎 這部戲不是在金門拍的嗎 你看嗎 馬上被戳破了 你們不了解啦 裝專業 這裡雙口海岸也是離對岸非常的近 有多近啦 你看看游泳就游過去了 我等一下買泳圈給你喔 你們這些人真的是死老百姓 請問一下我們為什麼要穿成這樣 你來到小金門這個戰地 當然要體驗一下戰地生活啊 不是要吃好味道啊 你要吃就要動啊 幫我拍照 是 你有什麼資格想進去嗎 不是 這是我們先坐起來要跑 是 是 都別追 跑下去幹嘛 是 往下跑 往下跑 請問他這樣 我們要跑多久才可以吃東西 對 跑那個兩年了 兩年 快跑 快跑 快 整活命都趕快跑 你幫我拍照 為什麼 我還沒吃來吃小味道 你幫我拍照 這是被地雷炸的嗎 沒錯 這個好味道 千萬被地雷炸 唉 這裡就是 看看 小金門鐵漢堡跟勇士堡的 地雷體驗區 為什麼要體驗地雷啊 小金門他早期就是因為 是戰地的關係 所以他 在海邊投向大量的地雷 來作為海岸的重要網線 所以他後來因為沒有戰爭 他就為人民的安全我就換了 然後他就只好把所有的雷都排乾淨 然後在102年的時候 就把所有海邊的地雷都排乾淨 所以像金門的居民就可以小 很開心地逛這邊海灘 比較安全 要不然其實早期可能大家 就是像我們這樣走在一個 一般的碎石子路上 然後莫名其他就被炸 然後就受傷 對 排雷過後就可以很安全 很放心地在海邊遊玩 不過呢 不是說要吃好味道嗎 我們體驗完地雷還沒有吃到好味道耶 走啊 要吃 就運動 GO 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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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這個勇士堡 建於民國60年 堡內坑道四通八達 除了總長大約350公尺 交錯複雜的內部坑道之外 還保留了機槍堡以及牆上的標語 屬於比較大型的寶寨 現在改為展示戰爭時期地雷相關的記載 除了能夠看到地雷的種類 還有雷區互動體驗區 以及現代移除地雷的過程 與勇士堡相通的鐵漢堡 也建於民國60年 規模比勇士堡小很多 外圍高耸的名採城牆 以武器杖防炮為主要努力 同時有一條100多米的通道 可以與勇士堡相通 就是為了要加強防禦機能 而最先開放的其實是將軍堡 將軍堡位在後頭海邊 主要監控精烈水域 是以前國軍運補物資 以及搶灘的地方 曾經在民國69年整修 並且命名為將軍堡 來紀念蔣經國 郝伯村 柯遠芬 還有王生等等 曾經在這裡會商軍機的將軍們 後面也有真的跑不動了啦 剛剛又跑步又出操 我們來小金門不是要去吃美食嗎 對啊 明明就說好來小金門 可以吃很多美食 我怎麼從頭到尾只吃到芋頭呢 小金門這裡除了芋頭好吃以外 還有一個東西非常有名 你們猜猜看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因為金門靠海海鮮一定很強 那海鮮裡面 蚵仔 沒錯 小金門這裡有一間蚵仔 非常的好吃 它是蚵爹 它是一個隱藏版的美食喔 隱藏版 那我們吃得到嗎 可以啊 我這麼炸 然後我當然就叫人家把牠訂住啊 走 我們下去找牠 好重喔 好強喔 就是這裡 好多人喔 是不是 這也很棒吧 這就是你說的那個隱藏版 走吧 我趕快去找老闆 老闆 我要蚵爹三個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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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這個蚵爹是做多久啦 從台灣觀光到現在 那你怎麼會想到做這個啊 因為我小時候 我們那個長輩他們都在 有時候在做這個 我有興趣啊 而且我們這邊的九蚵 就是沒有污染 很甜美 很甜美 吃起來就跟台灣那個不一樣 我們這個是九蚵 九蚵是什麼啊 九蚵這自然 它自然那個 我苗它自然的 也生了啦 哦 自然的 不是養殖的 不是養殖的 哦 因為我看你的料 也用得跟其他的不太一樣 看我們講一下有哪些好不好 麵粉跟那個起汁啦 起汁啊 還要加一點鹽巴 而且你要打 打薑的時候 要打給牠 有一小 超半小時時間 啊那個菜 高麗菜 紫菜啊 啊那個芹菜 紅蘿蔔 還有那個蔥 如果有蒜的季節 就可以加一點蒜 想不到小金門 還有這麼神秘的小吃 沒有確定時間 也沒有固定地點 想吃還不一定吃得到呢 原來老闆娘只是認為 天天吃油炸的 對身體很不好 所以貼心的老闆娘 才決定不要天天賣 而且呢老闆娘一開始啊 也不是只有賣客碟喔 以前做比較多啦 以前有燒酒雷還有茶葉蛋 茶葉蛋還有那個高粱櫃 我自己會做高粱櫃 啊因為時間 我做時間性了 啊所以只有炸我都而已啦 其他的蕭比較少 因為阿冰鍋比較少了 他沒有那麼生意那麼好 以前比較人多 純樸的老闆娘沒有其他要求 只堅持用心用最好的料理給顧客 一切的一切都只是為了 讓大家吃得開心也吃得安心 從我們一來到這裡到現在 這排隊的人潮從來沒有停過 所以不用我再多說了吧 如果有機會來我們小雞們 吃我的蚵堆喔 我會用心去做給你們 好吃的蚵堆給你們吃 這看得出來料真的很多耶 炸起來那表層也是滿滿的料 剛剛看阿姨就這樣一直狂塞料 而且有一些 很有在可惜的 對啊 而且有一些皮都裹得很厚 然後都吃不到裡面的東西 它超酥脆 而且很怕裡面這樣子 這個厚度是滿滿的料 而且一般的蚵堆很多 都是滿滿的韭菜跟公粉 而且它裡面高粒菜 芹菜夠多 所以吃起來真的有蔬菜的甜度 然後再加上那個蚵仔的那個鮮甜 這好好吃喔 對啊 原來這外表開似簡單的客爹 背後是一家人的用心 也把這幸福的滋味 得以繼續的傳承下去 所以來到小雞門觀光 也不要忘了來碰碰運氣 尋找這個隱藏版的 道地小雞門美食客爹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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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